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节目在第五个频道里面 那前有朋友又提到说 涛哥这节目有点乱 一会儿这儿蹦出一个 一会儿那儿蹦出一个 对很多看我就是很正常 每天都看我节目的朋友 我在其他第一到第四个频道里 发出来的后来的视频 就是被管制之后 然后才有release出来 全都没有日期 大家知道 我把日期啊什么都给删了 只有标题没有日期 当你看到有日期的 今天第一个第二个 时潮聚焦 第一个第二第三个 那是我们正常的播出 那第一个到第四个呢 so far到现在 我们推断是对的 就是你要靠 你不能干等 那个频道就毁了 那四个频道里头 五十多万subscription 当然有重复的 那他呢 你要让他保持你有视频上去 就像我们去年这个时候 对付AI产品 AI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有他自己的设定 有他的故事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很多呢 就是他曾经把三个 那四个账号都给封掉的原因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基本 但是他控制的时间很长啊 他要控制上百天 几十天上百天的 所以我们是以那样的方式 去应对他 真的这点真相很难 我也我也能理解朋友说 哎 涛哥你东西太乱了 因为当那样的节目 那样的那节目呢 YouTube不会推荐 所以你也看不到推荐 但是订阅的朋友会觉得乱 当当当 一会儿这想 一会儿这想 所以很感谢朋友 能有那份担心 我给你说明 凡是节目你看到 没有日期的 就是老节目 他可能 他错后给我 错后最多的时候 四天到五天 所以是为了充那个量 对很多其他的朋友 我们还OK了 我们一年前有这样的预知 所以做了这样的准备 对很多其他朋友被封掉 封掉就封掉了 还没有那些账号去这么滚通 所以真的 大家要知道真相 跟知道 真起码听到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吧 要付出巨大代价 真的付出巨大代价 所以我们早就说过 郁城看不着陶哥的节目 估计这个事就完了 我们的节目的封锁时间 我们整个那四个账 前后那些账号封锁的时间 12月14号 12月14号 13号14号 我注意到 那就是解封的第七天 那而我们讨论的就是 当时讨论就是中国的状况 所以我只能说感触 大家有缘分就是缘分了 我个人只是尽我最大可能 所以那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很难 就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大弟子 曾经想救他村里的人 他看到他村里的人遭大水 那个时候讲 好像灾难都是大水 遭大水 那他是他自己的 他生长的地方 我们通常叫大家叶 有人说他不叫 不应该那么称呼 我就叫大家叶 后来他就把他用他的功能 就把他的村里的人 就都给放在手里了 在水来的时候 然后等水过去了 然后他想把他人放下来 一搭开 全是全是血水 我们讲故事 就说你信不信 我们就是故事了 我还是说那句话 在大疫情当中 我们看到那个 那叫什么 雅思的那个校长 就叫雅思的校长 周校长 他出现了宾死经验 看到他死去的母亲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就是在众多的疫情当中 那是一个很令人感触的故事 就是留下了那么一点点东西 那个温神也好 谁也好 希望着将被他淘汰的人 希望着将被他淘汰的人 还能有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氛围 真挺难的 那人呢就想 欲望中的人 利益中的人就说 你不能让我死 你就得让我活着 你让我活着才是你的慈悲 是你想着活着的方法 第一 第二 想带你走的是共产党的病毒 这是第二 那干这件事情的是温神 我能把你咋找 人真笨 就是聪明人真笨 真笨 所以这是我们想说 其实从大的故事来讲 看我节目时间长的 看一年半左右 我们早就说过这个时候 我们早就讲过这个时候 对不对 一定回中国 回到中国之后 西方的左派开始衰败 你看看美国 西方的左派开始衰败 这就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看到了一个 很准 很有趣的 那我们回到 这是中间查这段故事 我们回到这个 神鬼先知 这是台湾媒体报的 他没有叫过神鬼先知 这个他没有这么称呼过 英国人称呼他 这是哈密尔顿帕克 英国人称呼他 是当代的诺查丹玛斯 那英国呢 有一个英国快讯 有一个 有一个 星宝 经常是登这些东西 那我看 我看了一下 他说台湾将爆发 恐怖冲突 震撼全世界 我没有看到 他在YouTube上去做东西 在YouTube上的观看量很低 这真的是很低 18000吧 就是他不是每天做 有时候做 所以一个视频 18000就很少了 相信是现代人 就是现代的人 越现代 距离这些东西 人们 不去感兴趣 人们觉得这东西都是胡说 那他呢 我们看 跟大家分享过 12月十几号的一段 他当时是对整个2023年的预言 我看过这段之后呢 我感觉是跟那个 是跟2023年的预言呢 是吻合在一起 其实它是一个延伸 那台湾媒体呢 中文媒体报的就是 怎么忽悠怎么来吧 给我感觉怎么忽悠怎么来 他当时 他说 为什么在爆发战争 他看到了 他说是两个两架飞机 或者是两个潜艇相撞 相撞之后爆发了战争 爆发战争之后呢 他说美国站在台湾一边 那另外一边呢 就是俄罗斯跟中共国放在一起 那其实现在日本已经开始 在南端建立岛屿上建立 军事基地在对抗 日本发出了极其强烈的一种呼声 那现在大的氛围呢 也在讨论说 中共会打台湾 这是很大的一个氛围的说法 这是真的 所以他的预言 他的预言有两点 一个 中共国会在战争中 应打台湾而崩溃 要崩溃的就是军阀格局 他说中国会分裂成很多小国家 那这是基本上的预言是这么说的 我个人看预言 我个人说法 第一个 你要小心预言极具 这个预言极具这个 个人化 完全受制于他个人的状况 你看看印度那个那个灵童 我跟大家解释了 他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就剩 给我感觉他就剩 就剩那个占星树的书本上的东西 他原来应该能看到东西 他的天幕能看到东西 他后来大概这年半几 什么都不灵了 所以你看到故事故事都是 剩下那些摩罗两可 大家得晒太阳啊 你别去捣股票啊 你应该买黄金的 与神同行那个电影 涛格凯电影中讲过 与神同行里面在第二集 他第三集据说要拍出来 在第二集里面 里面讲了一个家神 那个家神为什么出事 就是去捣股票 神哪能管这事啊 他说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当你去弄股票 那基本就全废了 那就不是正的 那就两回事了 一个人要什么都有 他还上天堂吗 一个神保护着人什么都有 那个神是什么 那神待在地方 他这什么都有了 神给你打工啊 你一个小时给神多少钱啊 就是人家傻了 到这份上 那傻的是因为他奸 应奸而傻 傻奸傻奸的 那他的讲述呢 这是他的讲述呢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基础 就是有他的很局限性 有他的局限性 和受他的境界的影响 当这东西讲多之后 就可能有一些 很难说 很难说的一些原因 我只能说很难说 摩勒两可这么说法 很难说 因为我可没资格去说他 因为人家是一个现实活着的人 你不能随便说人家 但介绍这个故事 因为在台湾看来影响蛮大的 所以他的原话 原题原话就是 中共在攻击台湾的过程中 中共国分裂了 分裂了 然后呢 那台湾的这场战争 可能会延续两年时间 基本上的概况是这样 但他的基础 其实是在12月中旬的预言中 衍生过来 大家就这么 我觉得就这么看了 这个看法呢 就是说 这样的故事呢 是说给那些无神论的朋友 你什么都不相信 通灵者帕克 曾经预言了哈利王子的离开王室 女王的逝世 确实他成功了 准确度很高 被誉为新神鬼先知 这个词不好的其实 然后说预言 台湾将发生意外的 重大的冲突 影响全世界 未来两年最严重的事情 最最严重的事情 怎么去理解 这是未来两年是他跨 未来两年最严重的事情 是共产党崩溃 而不是打台湾 我以为是共产党崩溃了 而不是打台湾 一定我个人的看法 星宝 这就是台湾 英国的星宝 抛出新议员 看到台湾的发生了意外冲突 造成严重后果 两支潜艇 或是两架飞机发生对撞 把中共俄罗斯牵扯其中 而直言牵扯其中 并引发了更大的冲突 所以他原来的预言是 看到了两支潜艇 那两支潜艇呢 其实不是他看见的 不是他天目看见的 是他太太 他太太叫 蒋 蒋 蒋爱那个蒋 蒋 哈密尔顿 那是他太太 他们俩一起出书啊什么的 俄罗斯跟中共站在一旁 美国跟台湾站在一起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冲突是极其夸张的 可怕的程度 他说会让乌俄战争显得微不足道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那因为是台湾媒体 他就突出这部分 那突出这部分 就是现在媒体都是宣传的 帕克也说 冲突会以好的结局收场 中共国分裂成多个小国 变成一个新的中国 那帕克曾经准确过川普当选 英国脱欧 病毒流行 卑约性 他就 那中共国革命 这里他着笔不多 其实呢 他是是讲述 他一直是讲述在一起的 所以我眼睛里看呢 咱们 再高一点讲 就是大中华地区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台湾 大中华地区 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共国崩溃 中共国兵崩溃 在这样的问题过程中 这些具体的发生会围绕在其中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